大家好我是Yu 這次來攻略聖安地獵士傭兵系列任務第四關 脫離隊伍 跟上一關比較 這關顯然輕鬆多了 難度完全不同檔次 大部分的玩家應該都可以輕鬆過關 在那邊的砍射槍 記得在那邊的砍射槍嗎? 他們在這間廣場工作上 所以你覺得他們在用你了嗎? 至今他們在重新的砍射槍回到HQ 他們在焦點 我認為我們繼續按壓 然後接著他們在動作 不過其中還是有些小訣竅 可以讓你更順利過關 首先要前往麥肯錫機場 位置就在大沙漠北邊 葡萄園的附近的機場 反正就是往黃點飛就好 在這間廣場中 王光在山上 在這間廣場中 在這間廣場中 在這裡 看著這間廣場中 他在英雄中 在這間廣場中 在這間廣場中 在這間廣場上 到了之後 雖然機場很大 但實際上不是停哪裡都可以 一定要停在黃點才行 你就知道停在相對比較難停的機庫前 停好飛機之後 下一步是要進攻旁邊的葡萄園 這裡敵人眾多 要單兵打進去會很辛苦 也很容易死 不過其實在你到達機場前 就可以發現 復仇者已經能遠遠的鎖定到不少目標 因此降落之前 就可以先開復仇者 把附近能打的敵人先清理一遍 要注意的是 雖然復仇者很硬 但擋風玻璃不防彈 要小心被直接射駕駛艙 以前復仇者的擋風玻璃 其實是防彈的 大概R星覺得這樣太無敵 就把擋風玻璃偷換了 因此該吃補血時 還是要注意一下 以免熱擊升杯 人打得差不多之後 再去黃點降落 這時你就能大油大白的進去艙艙 無用再進行槍戰了 進入倉庫目標是偷一台箱型車 因此你隨便使用爆炸性武器的話 炸到車任務就會失敗 這裡就乖乖槍戰吧 進入倉庫目標出品 裂掉 進入鈴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開車回去 而且開車的速度太慢 會被炸掉導致任務失敗 哈! 哈囉! bruster patrol 說報告 有誰問你一個把砍砍砍? 嘿嘿啊 最終你聽到 OK!! 就位在我立即 就是他們不能攻擊你 有聽到他們 走下來 雖然他說要跟著他走 但其實是他跟著你走 所以不用太介意路線 隨便走就可以了 路上會有一些追兵 如果不想跟追兵糾纏 就走影片这条铁路路线 可以看到虽然不是公路 但掩护的直升机还是跟过来了 所以放心走没问题 好看,看来是温暖的 到達市區敵人就不會再追了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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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关就解决了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么觉得这个影片很有用 想看更多类似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加小铃铛 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哦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